脱光光 洗白白 完了把你卷成春卷一样的 这就是事情了 姑娘第一次进宫选秀 就被迫学习怎么试起 听说要卷成春卷 她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 姑娘名叫嫣然 为了不被皇上选中 她故意装作拉肚子来耽误选秀的时间 谁知她刚走出门外 就碰巧遇到了要回宫的皇上 管事太监急忙跪地紧对 表示秀女耽误了候选的时间 匆忙中这才惊扰了圣家 一旁的皇后看着 嫣然衣衫不整的模样 立刻要取消她的选秀的资格 嫣然文言露出了得逞的威胁 不料皇上却来了兴致 询问嫣然是哪家的女 听到她来自扭护路甲 皇上立刻命令嫣然把头抬起来 怎料嫣然却故意斜着眼 还拿着鼻孔对着皇上 行 真的太行 皇上见状不但没有容颜大论 反而问她有什么兴趣爱好 从小自治平庸 啥都不怪 就喜欢这 抓老鼠 跟老鼠玩 一旁的皇后文言 顺时露出嫌弃的本情 嫣然不仅揭把 还要与老鼠玩的品好 实在不宜继续留在宫里 建议皇上立刻将她逐出宫区 可皇上却对皇后的话 充而不闻 不但免去了嫣然 所有的选秀流程 还当场封她为 纽红路贵妃 而这一切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 燕然和前皇后长得很像 就这样燕然莫名其妙地 成了皇上的妃子 搬去了最华丽的官居宫 还不等燕然安顿下来 皇上就赏赐了许多礼物 可燕然从没学过后宫的规矩 连答谢的礼仪都不合 这让前来送礼的太监 都觉得不可思议 看着满桌的珍珠玉器 燕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当她坐在桌前发呆时 皇上突然驾倒 燕然急忙起身笨拙地 拜见皇上 皇上询问自己的赏赐 是否合她的心 燕然只能硬着头皮说喜欢 随后故意拿起了 桌上的夜明珠 我以后不用 黑灯虾果抓老鼠了 我有量了 皇上闻言不但没有怪物 还只夸燕然的可爱 更是吩咐身旁的太监 将刚刚进贡的千年商 拿到燕然的寝宫 让她亮明 燕然装傻的计划再次落空 只能甘大地笑笑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后宫 嫔妃们纷纷议论 都觉得燕然是个不简单的人 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 竟然剑走偏锋 说自己喜欢老鼠 而众人讨论的罪魁祸首 丝毫不知道后宫的风险 已经成功被她带偏 还在想方设法地逃出皇宫 姑娘惨遭罪汉欺负 却因祸得福被皇上看上了 原来当初燕然差点在小葡萄 被罪汉欺负 幸好被王府的寨爷出手相见 这才保住了清白 次日燕然悠悠转醒 看着陌生的房间心中充满了惧怕 这时寨爷端着要走进屋来 燕然见状急忙跪地 感谢对方的救命之恩 寨爷急忙将燕然扶起 还为他准备了一桌的菜 燕然看着面前的饭菜 急忙狼吞虎咽起来 这时寨爷不禁感慨 燕然与自己的女儿年纪相仿 可惜她不愿参加选秀 竟连夜与新上人私奔 昨日正式上街寻找女儿 这才意外就下了遇险的燕然 正当两人交谈时 宫中的侍卫突然来到了家中 得知选秀的姑娘已经逃跑 侍卫当即要抓寨爷回宫复命 屋中的燕然听着这一切 心中无比的纠结 但为了报答寨爷的救命之恩 燕然便冒充即将进宫选秀的小姐 侍卫见状这才没有继续刁难 就让我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吧 寨爷闻言实在不忍心断送燕然的一生 可燕然已经铁了心要这么做 并且她有办法一定选不上秀呢 寨爷这才无奈答应下来 就这样燕然便跟随队伍进入了皇宫 虽然在选秀时故意扮作哑巴 当上了贵妃而掌管后宫事务的淑妃得知 皇上要送燕然与前皇后一模一样的镯子 再也坐不住 生怕燕然成长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当即记上心来 拿着镯子亲自给燕然送去 果然与原妃长得一模一样 淑妃说着便将镯子亲自递给燕然 还不等燕然伸手接住 玉镯因身落地被摔个粉碎 燕然见状顿时惊慌失措 淑妃看奸妓得逞不禁勾起了嘴角 当即责罚她去御膳房做两天打意 燕然虽是贵妃却出道皇宫没有失权 只能乖乖听话 看着堆积成山的碗筷 燕然只能任命般干了起来 不料这时 刚好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心语 两人瞬间激动地抱在一起 燕然看着眼前的姐姐 多日来的委屈让她失声痛 没一会儿 燕然便将自己误入皇宫的过程 全都告诉了心语 两姐妹也决定在皇宫相依为命 深夜心语回到御膳房 碰巧在门口听到了两名宫女的谈话 原来淑妃已经将手伸进了御膳房 让宫女找机会将燕然灭口 星语听到这个消息 恍如晴天霹雳 准备连夜带着燕然逃出皇宫 随后星语故意扮作鬼魅的样子 成功吓住了两个看门的守卫 守卫看到两眼流着血的冤魂 瞬间吓得晕了过去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淑妃的耳中 她一心想趁皇上不在宫时 除掉燕然这个祸害 于是家派的人手在宫中全力搜捕他们 这边两人鬼鬼祟祟 顺着宫墙想要逃出去 却刚好遇到了皇上身边的太监李公公 四目相对场面顿时尴尬 星语还想用装鬼这一套吓唬她 谁知夏淼就被侍卫团团包围 两人也被带到了淑妃的面前 幸好星语头脑激烈 立刻说他们是不小心走势的 而淑妃也不是傻子 可当着李公公的面 淑妃故意很大度地让他们 重新回到御膳房 要凶没凶天天这么凶 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没长熟的大头豆芽菜 恶毒宫女欺负落魄妃子 夏淼皇上回宫让她玩玩 自从燕然与星语两人重新回到御膳房 掌氏宫女便受到了淑妃的指示 将他们带进柴房想要动用私心 今天我就要教教你俩御膳房的规矩 掌氏说完拿起木棒就要责罚了 可星语也不是好惹的 凶狠的眼神瞬间让掌氏没了底气 气急败坏的她只能耿着头皮挥出木棒 星语替燕然挨了一棒后 直接霸气地夺下了掌氏手里的棒 你放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 掌氏被星语傲慢的语气气得不轻 一怒之下朝着两人杂取 场面瞬间变得混乱起来 几人争执中 燕然不小心被雾伤摔在地上 星语见妹妹倒地 一瞬间战斗直飙升 将竹筐泡在掌氏的头上 拿起木棒就是一阵书 可两人也因打了御膳房的掌氏 被书妃以过乱后宫地 由头关进了大堡 还派了星赋马大人严刑拷打他们 你你你你你挺仗义啊 找找找 抽是吧 你俩都跑不了 都得抽 哎呦给你能耐的 你抽我抽我 抽我抽我 你你俩都得抽 一起抽 马大人说完拿起鞭子 就要打在两人身上 却被匆忙赶来的御前侍卫拦住 连来宫外祈福的皇上 得知了燕然被关进大堡的消息 心中万分紧张 立刻派了身边的御前侍卫回宫救主 这才成功阻止了刑罚 马大人看着侍卫手中的御字经牌 背下的立刻跪地里面 而淑妃得知了皇上回宫的事情 立刻将所有的罪货 都推到了掌氏的身上 当场仗则他二十棍子 掌氏有苦说不出只能乖乖受着 皇上一回到皇宫 就来到了淑妃的寝宫 话里话外询问燕然被关进大堡的事 淑妃闻眼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 随后便表示自己已经惩治了罪魁过手 得知只是打了二十大牌 皇上立刻下令将掌氏处死 为的就是警示淑妃 只因皇上早就猜出是淑妃搞的谷 无奈还要指望淑妃的哥哥为国打仗 皇上暂时动不了淑妃 只能以警效用 姐妹俩冤情解除 皇上直接宣布燕然无罪释放 而星宇也因雇主有功 被皇上清风为御膳房的管事 两姐妹这次才算是转位为安 当皇上齐发就是不一样 这么多屋你住得过来吗 星宇看着燕然的宫殿不禁发出感慨 可燕然却担忧自己已经是皇上的妃子 日后难免要士气 啊 你得跟皇上那啥 燕然闻眼长叹一口气 她毕竟是替代别人进的宫 今后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燕然会自愿留在皇宫吗 她在后宫还会发生哪些事情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 欢迎正常来好 她没关注我 你打死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